今天我们做薄皮搭线的虾仁蒸饺 半透明质感的脚皮 柔软且有韧紧 每一口都能吃到大大的虾仁 简直完美 鲜来和面 100克面粉 加50克小麦淀粉 也就是成粉 能使脚皮更加透亮 80克开水和面 烫面脚皮非常柔软 适合做蒸饺 但是缺乏延展性 所以需要再加20克食用油 增加面团的延展性 这样脚皮就不容易破 先用筷子将面粉全部绕成絮状 再下手揉成光滑的面团 盖上盖子 醒面慢小时 准备半斤处理干净的虾仁 如果用新鲜大虾的话 提前包壳去虾线 也可以直接用处理好的冰冻虾仁 将虾仁一分为二 其中一半剁成泥 装碗里备用 另外一半虾仁切成小段 装碗备用 这里还要用到100克半肥半瘦的猪肉 加点肥肉饺子先更加润一点 剁成肉泥 和虾泥放一起 加一大勺生抽 一小勺白胡椒粉去腥 一粗姜粉 或者用新鲜的生姜碎也是可以的 一勺食用油 适量的盐 用筷子朝着一个方向搅打上劲 直到肉泥和虾泥混为一体 加入之前准备好的虾段 搅拌均匀 饧好的面团再揉一会儿 揉得光滑一些 滚成细长条 切成大概16个小剂子 撒上面铺防粘 剂子按扁 用擀面杖擀成薄片 放上一大勺虾仁线 对折 中间位置捏紧 然后左右两边分别折上几道折子 边缘捏紧 简单又好看的月牙饺子 或者你觉得其他包法比较顺手都可以 这么大小的饺子刚好包了16个 水开后上蒸锅 大火蒸10分钟左右 出锅 调一个简单的蘸料 辣椒油 加生抽 喜欢酸辣口感的还可以来一点陈醋 脚皮柔软又筋道 脚的线不腻也不柴 虾仁口感嫩滑 想吃捏试试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转发和关注哦 感谢观看